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天安门附近 镜头里边出现的这个原型的建筑 是国家大剧院 这条路在往前走 大概也就是几百米 就是北京的西长安街 大家看啊 前边呢 那个有红旗 也就是国旗的那个建筑啊 那就是人民大会堂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啊 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啊 寸土寸金的一个地方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奥运冠军跳水皇后 郭晶晶的四合院 就在这附近啊 再往前走 大概也就是 八九十米的样子啊 就到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了这个胡同口了啊 咱们是从胡同的东边往西走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 哪一家是郭晶晶的四合院啊 顺便呢 也看一下这个胡同啊 这个胡同里边也有好多四合院 也有这个大杂院 而且在北京 只有您逛这些老胡同 才会发现 这些地方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郭晶晶呢 是1981年出生在河北宝定 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他15岁的时候就登上了奥运舞台 2004年和2008年的两届奥运会 他一共获得了四枚跳水金牌 郭晶晶在这条胡同里边的四合院啊 不是他自己买的 在2012年奥运冠军郭晶晶下架霍旗刚 当时媒体用的这个字眼是 郭晶晶下架霍旗刚 不是这个郭晶晶嫁入豪门啊 是郭晶晶下架啊霍旗刚 在这个迎娶郭晶晶之前的2011年 霍家呢 就把在北京这套500平米的四合院 还有高达1000万的现金作为聘礼 送给了在河北宝定的郭晶晶的父母 刚才咱们说了啊 郭晶晶呢 是出生于普通的工人家庭 父母的为人呢 一直都是非常低调的 所以呢 随即又将聘礼和这个四合院 原封不动的送给了郭晶晶和霍旗刚 郭晶晶的这套豪宅四合院呢 就在胡同西口的29号 门前有一棵树的这个院子啊 就是郭晶晶的四合院了 这是一套两进四合院 门口这棵树啊 应该也是一棵老树了 四合院的大门很低调啊 这个四合院是1987年 霍英东老爷子用数百万买下的 霍老爷子喜欢游泳 他还为十一届亚运会 投资建设了英东游泳馆 而且这套四合院里边还建有游泳池 但是咱们看这个大门非常的低调 就是一个普通的如意门 门口呢还停了好多自行车 门上啊也没有悬挂任何的门牌标记之类的 前边呀是一个车库 这是一排倒座房 从外边看起来这个房子也是非常低调的啊 据说里边的装修呀非常的好 花了几百万 这就是那套500平米的四合院啊 就是送给郭晶晶的那个聘礼 但是这座院落啊 听这个老监友们说是一直没有人住的 郭晶晶他们啊不经常在这边居住 毕竟人家在香港也有豪宅嘛 这个院子肯定都是管家们在打理 咱们看他旁边啊 旁边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院落 这个大门紧闭的都是这个私人院落啊 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郭晶晶的这个四合院啊 比其他的院落都要高出来这么一截 而且这个郭晶晶呢 在北京啊也不光这一套四合院 在北京的崇文门呢 郭晶晶曾经买过一套公寓 也是一套豪宅公寓啊 现在这个价值啊 也应该是在五六千万左右了 所以他这个四合院这啊 是不经常有人在这住的 那咱话又说回来了啊 他在崇文门的公寓都价值几千万的 那这套四合院肯定也是价值不菲了 在2018年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6.7平米的房子 拍卖出了250万的天价 均价呢达到了37万还要多 而且这是普通住宅的这个价格啊 当时呢是2018年 现在都是2022年了 将近三四年了 再加上这个四合院的稀缺 那这一套四合院的价值啊 应该是在四到五个亿左右吧 而且啊 这只是这个纸面上的一个数字啊 如果这个郭晶晶愿意卖这套四合院 他想卖的话 肯定有好多富豪开出更美丽的价格啊 开出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这个价格 因为啊 在北京啊 像这种产权明晰 而且又能上市交易的这种四合院 并不是很多 也就大概有300多套吧 所以在北京啊 不是您有钱就能想买四合院 就能买得到的 不过像郭晶晶啊 人家一直过惯了这个为人比较低调的生活 而且人家也不缺钱 人家也不缺房子 是吧 人家也不可能卖这个四合院 毕竟这个四合院是他和霍启刚的爱情的一个见证嘛 这条胡同啊 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啊 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了啊 这条胡同叫东中胡同 像这种豪宅四合院呀 咱们也不羡慕 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呀都是别人不可复制的一个独立个体啊 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咱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屏幕前的您 对娜娜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